HELLO 大家好,我是Sagas,Ruby 典熙 感謝這次YAMAHA台灣三頁音樂補份有限公司的合作邀約 今天要帶大家一起來開箱喔! 要開箱什麼東西呢? 在這之前要來考考大家有聽過最紅的網路用語 YYDS 嗎? 什麼意思呢?就是永遠的神 那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它有點神 因為它叫做YDS 到底是什麼東西有點神呢? 就是我們的YAMAHA YDS 150 素位三十公 到底有多神?我們來開箱看看吧! 大家在開箱之前要認同我們的公司貨 那我們這邊都會附上這個保固卡 那它是保固一年喔! 裡面呢有附上我們的中文說明書 裡面呢有附上我們的中文說明書 開箱之後呢我們會看到一個防目力非常好的樂器帶 接下來我們就會看到傳說中的YAMAHA YDS 150 有一點神的素位三十公 非常的漂亮喔! 那當然呢它裡面呢也有附贈它專屬的水嘴 那上面的蓋子一個漂亮的YAMAHA圖樣 一樣我們把它裝上去 裡面當然也有我們附贈的素圈 還有塑膠塗片 好!我們來看看裡面還有什麼吧! 喔!還有一份中文的說明書 還有一份中文的說明書 所以大家不用怕看不懂 那它裡面很貼心喔! 還有這個氣密圈 喔!氣密圈 然後呢它還會再送我們一個塑膠組片 然後還會再送我們一個塑膠組片 非常的貼心 那它裡面呢當然還有一條樂器背帶 喔!如果你覺得它背起來還是有點重量的話 那你可以使用它裡面附贈的樂器背帶 在這邊呢要提醒大家 當你要把YAMAHA YDS 150 數位薩克斯風收到袋子裡的時候 記得我們樂器左側朝上 喔!有奉件的地方我們朝上 這樣子比較不會壓到其他按鍵 也可以延長它的使用壽命囉!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YAMAHA YDS 150 數位薩克斯風的外觀吧! Ruby一看到這個樂器的時候就想說 欸!它就是薩克斯風啊! 因為它看起來 吹起來 跟摸起來 按起來 它都是薩克斯風 很多人會以為它是電吹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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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是數位薩克斯風 首先呢先讓我們來看看它的吹嘴 它一樣有蓋子 拿下來之後呢 它就是我們的YAMAHA塑膠吹嘴 包括它的束圈 還有最重要的竹片 所以如果您本身是吹 薩克斯風的朋友 當您拿起我們YAMAHA YDS 150 數位薩克斯風來吹咒的時候 你完全不需要適應 因為它的吹法就跟薩克斯風是一模一樣的 當然比起來它比真實的薩克斯風更容易發出聲音 在嘴型上面的要求也不會這麼多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它的按鍵 它的按鍵跟一般的薩克斯風是一樣的 所以依然不會有不適應的問題 那它在後面呢 我們的左手大拇指上面高音鍵 下面這一顆是什麼呢 它是我們BARIDON的低音LAH 也就是說它雖然是一把樂器 但它包含了我們薩克斯風常見的四把 音域全部都在裡面 包括它的音色 接下來我們來看它後面其它的按鍵 最上面的當然就是它的開關 然後呢它可以任意的選擇音色 它也可以調整它的音量 說到音量它總共有15段的音量喔 所以有一些朋友常常說 老師我在家吹薩克斯風 可是好像聲音太大聲 有時候我半夜想要練都會吵到鄰居 欸!我們的YDS150數位薩克斯風有點深 就很適合你囉 因為它總共有15段音量 那如果在家你覺得還是會吵到人怎麼辦呢 它旁邊左側的部分是可以接耳機的 那當你接上耳機之後 旁邊的人就聽不到囉 除了可以接耳機 它另外一個洞口呢 還可以把我們的音樂 用音源線的方式輸入進去 所以當你在用耳機練習的時候 你甚至還可以放著伴奏一起練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喇叭口的部分 這個真的非常的漂亮 YAMAHA真的很用心喔 所以當你在吹皺的時候呢 你會感覺到 紅管特別有的震動感 讓你在吹數位薩克斯風 但是你完全感覺的是在吹真實薩克斯風 一樣的回饋 我們來看看喇叭口裡面呢 它有一個排水口 所以當我們在吹皺的時候 有水蒸氣或口水 它會從這邊直接排出來 再來我們來看看它的供電方式 在它的後面呢 這邊是我們的電池盒 那裡面要放四顆電池 那除了電池以外啊 我們有一個USB孔 你也可以直接接行動電源 或者是接著電源 這樣就不怕 演出或者是練習到一半沒有電囉 很多人會好奇它的重量到底有多重呢 基本上它的重量就是一公斤 跟我們的高音薩克斯風重量是一樣的 那順便給大家科普一下 我們的中音薩克斯風呢 大概是2公斤重 而我們的次中音薩克斯風 大概是3公斤重 我們的上低音 巴力動薩克斯風 大概是5公斤重 所以平常如果您有在吹 中音薩克斯風 次中音薩克斯風 或者是巴力動薩克斯風的朋友 有時候覺得背起來樂器好重 那我們YAMAHA YDS150 有點深的數位 薩克斯風就會很適合你 因為它只有一公斤的重量 而且可以吹出這四把的音域 還有它的音色喔 現在呢我們就實際的來吹奏看看吧 在還沒吹奏之前啊 Ruby可以先分享一下 我們按起來的一個手感 我覺得真的很棒耶 因為它就像高音薩克斯風一樣 它的按鍵按下去彈起來的感覺 包含我們指尖的距離 它都抓得非常符合人體工學 也就是說我從真實的薩克斯風 轉換成數位薩克斯風 真的完全不需要適應 拿起來馬上就上手 然後它裡面啊 有近六七十種的薩克斯風音色 那包含我們剛剛所說的 高音薩克斯風 中音薩克斯風 次中音薩克斯風 還有巴力動薩克斯風 那它並不是靠數位去模擬這些音色 而是找真實的樂手 來把薩克斯風的聲音採樣進去 所以它的真實度是非常高喔 我現在呢先選一個我比較喜歡的 中音薩克斯風的音色給大家聽聽看 那我剛剛吹奏的感覺喔 吹起來我覺得很棒是因為 它可以讓我的氣完全送完 因為大家如果有在吹三個十分的朋友就知道 有時候我們吹三個十分為什麼這麼舒壓 就是因為我們會把氣全部都吹出去 那我很怕它這麼小小一致會不會負擔不了 可是我覺得剛剛送氣是非常順暢的 那再來是它這個竹片的感覺 像我們平常在做一些抖音 我們習慣會去壓那個竹片 那它雖然不是透過竹片震動而發出聲音 但是它會去模擬抓到你的氣流 所以抖音還是可以按照你自己想要的速度來抖 這個非常棒這點真的非常棒 因為我本來以為它的抖音是模擬好的 所以它只能是固定的速度 但是它是可以配合我的速度 所以大家剛剛有聽到嗎 我們再來試一次聽聽看 它甚至連音量我都可以用我的氣來微調 有沒有 這都是我自己做的喔 並不是說它本來內建然後是固定的 它是可以隨著你自己想要怎麼調 而且它是非常直覺式的 透過你的氣流去做一個調整 而且啊剛剛我在按樂器的時候 我真的一度以為我是在吹我們的高音Seprano 它會震動耶 它那個震動的感覺 真的是跟一般的樂器是一模一樣的 你可能閉上眼睛會覺得哇哦 對這個感覺真的要大家自己實際來試試看才會知道了喔 好剛剛呢已經試吹過了 那現在呢Ruby想要把我們的流行四大技巧帶進去看看 看它能不能做出我們真實薩格斯芳的四大技巧 第一個技巧是土音 欸它的土音其實它蠻靈敏的耶 喔幾乎跟我的舌頭是同步的 然後呢它也可以把它音分得很清楚 讓我的舌頭呢不用那麼的用力 輕輕的就可以做出土音的感覺 好所以它的點音過關 那第二個呢就是我們常用的裝飾音 裝飾音 那裝飾音呢基本上就是跟音階有關的 我們先來聽聽看它的全音階 這個呢就是它的全音階 既然全音階做得出來我想裝飾音 應該是沒有問題喔 我們來試試看聽聽看它的裝飾音 明不明感好話好做順不順暢 OK OK 有欸 我覺得它真的很厲害 怎麼辦 真的有點神欸 我覺得不只有點神 是超神 好 所以呢 裝睡音的部分也 過關 接下來我們來到第三個技巧 第三個技巧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口氣 也就是我們的滑音 上下滑音的部分 那大家都知道 一般我們用真實的薩克什風 我們滑音是靠我們的嘴心 但它這邊呢 因為竹片的部分是模擬的 所以它並沒有辦法 這麼明顯的做出滑音 那怎麼辦呢 來 在我們的樂器後方 我們的右手大拇指勾的位置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旋鈕 它是可以微調的 那想必大家應該知道 它是做什麼用的吧 當你往上 它就是上滑 當你往下 它就是下滑 沒錯 我們單獨來聽聽看 我們先來一個上滑 接下來我們來一個下滑 接下來我們來一個下滑 很強耶 它的滑音也滿直覺式的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大拇指去控制它 達到你要的速度 跟你的曲線度 那我們現在一樣把它帶到歌曲裡面 試試看有沒有這麼厲害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下滑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下滑 先來試試看 tab 從後 terminology 這間滑有所說呢 可以摑到這次了 哇 我覺得它的滑音真的很棒耶 直接用手就可以來控制 那手是非常直覺性的 我想要上滑就上滑 我想要下滑就下滑 我要滑多深滑多淺 我都可以透過大拇指來控制 第三關上下滑音也過關囉 接下來第四個 就是我們的抖音技巧 那我們要用什麼方式來測試它呢 因為我們在演奏流行歌的時候 我們的抖音有時候會 健強 健弱 有時候速度也會有慢到快 快到慢 那我們來試試看 它有沒有辦法做到 這個呢已經不是有點神 這個呢已經不是有點神 它完全可以用我們的嘴型 我們的氣流來控制我們要的抖音頻率 還有它的音量 而且大家如果注意聽啊 它在收尾的時候 因為有些人可能比較不會收尾 就是我還抓不到那個氣流 有時候可能一下就沒氣了 還是說我就是收不下去 但是我發現啊 當你停了之後 你的氣流停了之後 它其實還會幫你做一個非奧 微微的在幫你淡出微 哇 我覺得它想的比我們還周到耶 這個真的不是已經有點神 這個是超級神 我們的YAMAHA YDS-150數位薩格斯風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介紹一下我們的YAMAHA YDS-150數位薩格斯風的軟體 剛剛在影片中間呢 Ruby也有提到 它裡面的音色全部都不是經由數位模擬 它是由真實的薩格斯風老師們吹奏而採樣來的喔 所以當你吹一吹覺得 欸 我好像有一種錯覺 好像我真的在吹薩格斯風 沒錯 那不是錯覺 因為它真的就是真實薩格斯風的聲音 YAMAHA非常的用心 我們常聽到的古典、爵士、流行 甚至其他曲風的音色 它都取樣在裡面了 所以不管今天您玩的是流行、爵士、古典 還是你吹奏的曲風是多麼的廣泛 它都可以讓你得心應手 還有很棒的一點就是 你不要少看它一支數位薩格斯風 它的內心可是住著是吧 不同音語的薩格斯風 如果我們今天選擇中音薩格斯風的音色 那它出來的就會是中音薩格斯風的降音調 所以今天如果您選擇的是高音薩格斯風 或者是次中音薩格斯風的音色 它出來的調性就是這樣子低調 沒有錯完全不用擔心轉調的問題 讓你有一把YAMAHA YDS-150薩格斯風 同時你就擁有了我們薩格斯風四大家族 那接下來我們稍微來聽一下 它裡面四種薩格斯風的音色 那Ruby挑的就是我比較喜歡的 首先第一個是中音薩格斯風 那我挑的是第15個音色 接下來為大家呈現的是高音薩格斯風 接下來為大家呈現的是高音薩格斯風 那Ruby比較喜歡的是第11個音色 接下來為大家呈現的是高音薩格斯風 接下來為大家呈現的是高音薩格斯風的音色 那Ruby比較喜歡的是第13個音色 第10號的音色 接下來為大家呈現的是上第100立動 那我最喜歡的音色是10號 那我最喜歡的音色是10號 非常非常多種 甚至還有口琴 還有中國底 除了剛剛介紹的以外呢 它還有許多的功能 例如我們的藍牙 當我們把藍牙打開之後 它可以連接我們的手機 那我們手機下載它專用的APP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通過後台 在你喜歡的音色上再去做微調 包括它的音準 包括它的音色 包括它的效果 包括它的調性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你的喜好 去調整你要的音色囉 那它後面呢 還有送20組的空間 是讓每一個演奏者 可以在那邊調整一個自己最喜歡的參數 那如果您是有特殊需求 需要轉調的朋友 你可以在這20組裡面 每一組轉成你要的調性 這樣子呢 它也可以達到一鍵轉調的功能囉 如果你對3C沒有那麼把握 它調整了之後 把它整把都調壞了 不用擔心 在我們的說明書裡面呢 都有教大家如何重製 我們的YAMAHA YDS-150數位Saxx Phone 你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按鍵方式 把整個樂器回歸到最一開始的模樣 所以不用擔心喔 最後還想要了解更多 關於我們YAMAHA YDS-150數位Saxx Phone的朋友 歡迎自我們的YAMAHA官方網站裡面 有更多詳細的內容介紹 順便告訴大家 我們的YDS-120清明款也上市囉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數位Saxx Phone的行列 一起變得有點神喔 今天才有一個新的家idas 我們都可以在一起 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家人 來接觸一下 我們可以轉換 我們可以轉換